以色列最近有个辉瑞疫苗 即是香港会打的BioNTech伏必泰疫苗的研究 它在2月24日在新英伦医学期刊登出来 这个是疫苗研究成功之后 第一个叫做Real World Data 即是在一个真实环境里的数据 原本辉瑞药的数据疫苗预防有病征的感染效果是95% 但这只是一个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是理想的情况 大家知道在研究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疫苗要处在负多少度 你一定是负多少度 如果你做不到这个温度的话 你都会调掉它 即是不会将它的结果计入研究结果 也排除了很多不同病的人不参加这个研究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做疫苗研究的第一步 我们都是想知道在一些相对健康的人身上的疫苗效果是怎样的 所以药厂的研究结果是一个理想情况 但现实是否真的那么好呢 是否真的做到95%呢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在现实世界 比如说我在运送过程 可能我维持不到这样的低温 但维持不到低温可能都打了下人那里了 也有机会有很多很多人有不同的病 有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抵抗力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比如说你种一棵植物 你在一个温室那里种 你控制到温度、温度、阳光 它就生得很好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能够生得那么好 就要将它放到胶外那里试一下 看看它在胶外之后受尽风吹雨打 你没有办法控制温度、湿度、阳光的时候 它是不是真的生得那么好呢 才知道那个植物是不是真的那么强 这个研究就是这样的意思 辉瑞药厂就选了以色列做它研究的主要场地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辉瑞选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是有一个叫全民的公营医疗系统 它这个医疗系统在过去20年 就有了全国的所有人的医疗报告 以及是每天更新的 所以做研究的时候就相当有用了 那么有用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讲这个研究 这种就是有少少人钉人的研究 就是说每一个打了针的人 就会 match 去一个没有打针的人 而跟他 match 一起那个人 除了打针这件事是不同之外 其他比如年纪、性别、以往的病历 甚至居住的地方、工作性质等等 都是类似的 那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就是用以色列这个全民的医疗系统 因为有全国所有人的医疗数据在那里 所以你打了这个针 你就可以将它的特点输到电脑那里 找另外一个人没有打过针的 那就是跟他 match 跟进着他 看看这两个人 就之后有没有发病 这样的意思 那这件事呢 我想世界上 不是很多地方做到的 那我们看一看结果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图表 那这条线呢 就是累积感染的百分比 就是说每天加起来的 那些 case 那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那这个呢 就是时间 那就是第7日 14日 21日 28日 35日 那绿色线呢就是打了针的人 那红色线呢就是没有打针的人 那这个主要就是看这个死亡的个案来的 新冠肺炎死亡个案 那随着时间过去呢 那大家要知道呢 头那一段时间呢 两条线呢就粘在一起的 就是说呢 头那 就是大概12日左右 那在这里打了针呢就由0 到到12日之间呢 就是头那12日之间呢 其实呢就没有什么保护效果的 那两者呢 打了针和未打针呢 那个死亡率都差不多 因为没有保护效果 但是由第12日之后呢 大家就看到了 打了针呢 那个累积的死亡那个机率呢 就都没什么太大变化 就是说很少人死了 但是呢 12日之后呢 未打针的人呢 死亡的人数呢 累积累积下就越来越多 那就是说 打了针12日开始呢 那个保护效果就开始出来 那就看到个分别了 那下面这个表是什么呢 下面这个表呢 我们就跟进着这群人的时候呢 就看一下他们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就包括说所有确诊 就是说有症状没有症状的确诊 这个呢就只是计有病症的确诊 那这个呢就计入院 这个就计严重个案 这个就是死亡的 那就是说打了第一针 之后两个礼拜 到三个礼拜之间呢 就是14至20日之间呢 疫苗呢 去防止所有确诊 就是防止有症状也好 没有症状也好 的效果呢 就46% 防止那些 有病症的确诊呢 就好一点 57%呢 都可以减低到这些有病症的确诊 入院那里就很明显了 就是打一针之后呢 就可以减低到74%入院的人数 预防严重个案的效率呢 都到62% 预防死亡都相当高 就是到72%有效 那这个呢 就是上面这一行呢 主要就是打了一针之后的后果 那呢 大家都知道 辉瑞疫苗呢 是21日呢 就打第二针 所以呢 就第二行这一辣呢 就是 D28 就是说D28呢 就打了针之后 一个礼拜左右 还有呢 就是之后那段期间呢 就是说打完第二针 一个礼拜左右呢 预防所有确诊的 能力呢 就达到92% 那预防有病徵各诊呢 就达到94% 预防入院 又再高点 就87% 预防严重个案 就达到92% 预防死亡呢 没有数字呢 因为呢 这个研究呢 就不是做了很久 那太少人死了 那就不够data 就计不了出来 那也应该是很少了 那当然做得长一点呢 就会准确一点 会做了这个数字出来 那其实做了出来的数据呢 就真的相当理想 真是起出望外了 就是说打了一针 打了一针之后 预防入院都可以去到74% 预防严重个案62 也不错啦 预防死亡也都到72% 这个打了一针 如果你打齐两针的话呢 预防所有确诊到92% 预防有病症的确诊呢 他就做了94% 真的非常吻合 跟研究那里非常相似 预防入院的能力就87% 预防严重个案都92% 非常有 还有呢这个研究呢 因为他做的人数多 那哇 就是整百多万 那他呢 可以再仔细地分析数据呢 那他做了一个结果出来呢 就是说 无论在55岁以下 55岁到65岁之间 或者65岁以上 那些 那就是说 年轻一点 老一点的人 打了两针之后呢 那个免疫的效果 那个保护效果呢 就是说这些这样的保护效果 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一般疫苗 通常呢 就是老人家的效果差一点 但是这个 Pfizer Balantek 或者 福必泰疫苗呢 他呢 即使在老人家呢 打完两针之后呢 效果都是非常非常之好 好 那我们总结一下吧 那这份 期刊的文章呢 就告诉我们 辉瑞疫苗 或者BioNTech 福必泰都好了 五都是一样 那这种疫苗呢 在现实世界里面呢 那个效果呢 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种预防严重COVID感染的效果 预防死亡 预防入院的效果呢 都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和当初的研究数字呢 非常之吻合 那我们也都看得到呢 这一种疫苗的 那个保护效果 就在不同的年纪的人呢 都很好的 那即使是年纪大一点 理论上应该 确实差一点了 但是仍然呢 那个保护效果 相当相当之好的 不过呢 大家要记得 那就是那个保护效果呢 不是打第一针 就立刻来的 那打了第一针之后呢 差不多要两个礼拜左右呢 才开始慢慢上升 那到打完第二针之后呢 一个礼拜左右呢 就已经是到了高峰的了 大家当然呢 就都听了 袁教授对福必泰的评语啦 那也都今天呢 可以直接 看一看这个期刊的数字 再去决定自己打不打疫苗 那就不会决定错啦 多谢大家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scriptu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